- 大家好,今天要來幹嘛呢? - 怎麼樣,怎麼樣? - 今天我們收到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 現在開箱啦 - 開箱,我們很少做開箱 - 幾乎沒有做過開箱 - 因為這種YT計劃我們是不做的啦 - 我們到底有什麼好開箱呢? - 我們其實在舞台上面都已經 - 大家都知道我們所有童年的所有細節 - 所有糗事了 - 開箱是開箱子裡面的東西 - 不是開箱我們自己的過去好嗎? - 我們的過去也是開箱 - 大家不知道都上開箱了對不對? - 為什麼這個開箱那麼特別呢? - 我們收到了一個來自於新加坡寄來的包裹 - 哇,我們觀眾朋友們尤其是海外的觀眾朋友們 - 上次有時候刷直播的時候 - 會刷到一些像香港來的嘛 - 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有 - 還有那個什麼芬蘭嘛 - 芬蘭有嗎? - 芬蘭沒有我就說不過去喔 - 芬蘭的觀眾朋友們 - 那芬蘭我們多加一個好不好 - 看有沒有芬蘭朋友在這邊舉手 - 我希望在各大州 - 我們在各大州都可以有一兩個觀眾好嗎? - 希望啦,至少五大州都要有一個嘛 - 這樣子將來我們就是解封以後 - 全球就武漢飛行消失了以後有沒有,我們就可以去住他們家 - 好啦,那我們真的很幸運的話就是有海外的觀眾朋友們啦 - 然後他就寄了一箱東西給我們 - 對,就想寄一些他們家鄉的東西吧 - 或者是能夠傳達他心意的東西 - 對,然後最有趣的是他說他寄的床是用海運是不是 - 海運 - 海運 - 然後他在那個Facebook上面 - 還私訊就是粉專說我海運了蛋糕 - 哈哈哈哈 - 覺得說就是會選擇海運蛋糕這件事情 - 就非常值得我們來看一看 - 說不定星馬一代的那個蛋糕是非常耐久的 - 好啦,那總之我們收到一個 - 這樣的一個箱子 - 超大箱的,超大箱的 -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 我們還沒有真的每一個東西拿出來看 - 但是我們有先打開來看,至少確認 - 它裡面有沒有- 沒有壞掉 - 有沒有奇怪的浮海出現 - 沒有臭味這樣 - 對,他這個上面寫SpeedPast - SpeedPast - 不用唸人家快遞公司的名字吧 - SpeedPast,就很快,Past是甚麼意思啊 - Post,Post,Post,SpeedPost - 很快說油猜 - 對,快油 - 是嗎?Post是油嗎? - Post,對呀 - SpeedPost - 那SpeedPost呢? - 蛤? - SpeedPost - 就是很快擺一個Post - 這樣,你不要扭到 - 這樣扭到 - 然後我們對一下號碼 - CC922771371SG - 那觀眾朋友們 - 你看是不是對著包裹 - 我們確定已經收到了 - 那如果那個英文字母或數字不太壓 - 跟我們講一下喔 - 對,我之前真的有收到 - 來自於中國上海 - 莫名其妙寄到我家那邊的門市 - 然後叫我去拿 - 結果呢? - SEVEN通知我 - 真的有那個包裹 - 很大一個,很重 - 裡面是甚麼? - 沒有,那時候你知道是 - 鑽嗎? - 鑽嗎? - 因為那時候新聞是假豬肉那時候 - 我的豬肉到處亂雞的時候 - 很爆發 - 我完全沒有收那個包裹 - 我完全的退回去 - 因為我真的沒有訂任何東西 - 那不能收,那真的不能收 - 對,我又覺得超恐怖的 - 超恐怖的耶 - 很毛對不對 - 這真的恐怖 - 我覺得說不定真的是豬肉喔 - 對,因為是我的名字 - 然後就聯絡到我了嘛 - 可能真的是你寫的疏忽這個段子吧 - 我們要來了嗎? - 我們看一下內容物有甚麼 - 好,先打開喔 - 不要這樣好不好? - 一點臭味都沒有好嗎? - 魔法 - 魔法的感覺 - 心意,心意湧出來了 - 大家那種神聖精靈出來的時候 - 通常會咳嗽吧 - 你說神聖靈本身咳嗽嗎? - 沒有,那個小人孩 - 神聖靈大概都焰霧啊 - 因為神聖靈很舊了好不好 - 幾千年了好嗎 - 神聖靈身上有多少城蠻大家想一下吧 -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打掉 - 先看一下卡片 - 欸,這個地方 - 新加坡 - 是嗎? - 對,新加坡很有名的飯店 - 那是飯店 - 對對對對 - 天啊,超像那個附羅者聯盟的總部耶 - 它就是有一艘擱淺的船有沒有 - 放在上面 - 擱淺的船 - 然後它因為地殼變動 - 它就被頂上來 - 那後來有人就在那個 - 本來是蓋地下室的房子有沒有 - 地殼變動 - 那地下室的房子就這樣 - 像竹筍一樣冒出來 - 那不是超級無敵雷神光針會有的 - 概念才對嗎 - 這樣也比較合理 - 這樣的感覺 - 去年9月才在YouTube上認識你們 - 真是相見恨晚 - 謝謝你 - 謝謝你們在這樣沉重的疫情期間 - 為大家 - 包括我 - 帶來了這麼多歡笑和快樂 - 愛你們喔 - 送上一點心意 - 希望工作室的各位吃得開心 - 笑臉 - 不確定送達時間 - 總之說聲 - 7月29阿達生日快樂 - 謝謝大家 - 收到了 - 收到了 - 現在還是獅子座的範圍 - 也沒有問題 - 好 祝達康團隊和工作室的各位平安健康 - 2021年7月18號 - 那有什麼 - 烏七 - 它是我們YouTube上一位觀眾 - 直播也常常會出現 - 烏七龍 - 烏七龍 - 烏七龍 - 小虎隊啊 - 多久之前 - 謝謝你喔 - 給我們一張明信片 - 也謝謝你給大家生日的這樣的禮物喔 - 老一大強 - 我們現在要來好好的開箱它了 - 它是給工作室的大家 - 所以我們來開箱看有什麼呢 - 日清 - 我們看一下口味 - 日清在全世界都有出各種限定版的口味 - 這應該是 - 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限定版的 - 它上面寫Chili Crab - Crab - Crab是蝦 - 對 所以它叫做螃蟹辣椒杯 - 呃 糖 - 多難念 - 台灣真的沒有這個口味耶 - 真的耶 - 真的耶 - 但你不能吃 - 我不能吃 - 它給你吃啊 - 我等一下來吃 - 透透的是有點過期的嗎 - 沒有啦 - 正常啦 - 因為你知道新加坡那邊的氣壓跟台灣氣壓 - 這不一樣的 - 因為新加坡那邊的氣壓 - 就是可能比這邊再高一點點 - 我們這邊氣壓比較低 - 這就沒有泡泡點 - 對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因為水手 - 水手把它拿出來 - 這樣 - What's this - What's this 把它拍下去了 - 那是野人吧 - What's this - 沒問題啦 - 這有什麼問題呢 - 吃 - 我不能吃螃蟹啊 - 吃飽 吃飽 沒問題吧 - 還有呢 - 不一樣 - 不一樣 - 看一下 - 這個是 - 饒沙味杯麵 - 饒沙嗎 - 饒沙嗎 - 它很好吃 - 對 英文寫Laksa - 我超級喜歡吃 - Laksa flavor - 選了喔 - 這個 - 發季的白咖啡 - 真的耶 - 發季是在新馬一代有名的嗎 - 大家可以 - 回答一下 - 再留言回答一下我們這個問題嗎 - 啞發 - 打開它 - 住在你我都熟悉的新村 - 經營著父親留下來的咖啡店 - 不只繼承了父親的好手藝 - 更以他的樸實 - 認真和熱情 - 感動的所有的老饕 - 現在 - 也請你來體會這份白咖啡的情感吧 - 花達 - 是駕裝一牛車嗎 - 不是那個花達 - 而且你們看看 - 它那個咖啡有沒有 - 就像一個 - 你看 - 轉個多大力有沒有 - 超強耶 - 350 BPM - 轉的超猛的 - 現場聽到那咖啡是 - 馬達是 - 好啦 - 謝謝你的發氣啞巴 - 這個我們真的沒喝過 - 真的我們要來喝喝看 - 我們來喝喝看 - 剛剛喜歡咖啡 - 極融拉茶 - 所以這剛剛可以自己拉的意思嗎 - 沒有啦 - 極融就極融了還給你拉 - 沒有可是拉的部分是要有空氣進去啊 - 所以你拉要自己拉吧 - 沒有吧 - 它是先到那個杯子裡面沖了以後 - 然後拿吸管 - 灌氣 - 看他準備的東西 - 這個可能太小了 -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 你看第二部之後那個杯子旁邊 - 放了一個方格的那個 - 那是甚麼 - 大家覺得那是甚麼 - 骨科鹼吧 - 它這邊有沖很多名喔 - 備受喜愛的極融茶系列 - 是以超過60年的豐富經驗 - 和啟發曲 - 自本地歷史悠久的傳統配方調配而成 - 讓你可以隨時隨地盡情享用 - 大家想要知道它營養有資訊嗎 - 還有甚麼呢 - 喔 - 喔 - 這樣 - 這個超好吃耶 - 看它是比較利便體 - 這個超好吃 - 你有變成 - 誰在跟妳講利便體 - 再聽泡麵的事情好棒 - 它剛剛有畫一個微波爐 - 就是你也可以用微波的吧 - 喔 - 放到水有沒有 - 用微波 - 熱的時候把水倒掉之後 - 再加個蝦子跟蛋 - 再加一些冷凍蔬菜 - 太難了吧 - 再加旁邊一些有的沒有的蔬菜 - 它就會變成失意圖的樣子 - 大家想要知道它營養成不了嗎 - 還有甚麼呢 - 白骨茶啦 - 來了啦 - 肉骨茶湯料 - 所以它目前就是湯料 - 這個是新加坡風味的肉骨茶 - 對新加坡風味 - 也就是說新加坡跟馬來西亞肉骨茶是不一樣的 - 應該還是不太一樣 - 但應該還是有一樣的地方啦 - 就應該還是夠肉吧 - 沒有沒有肉骨茶沒有肉吧 - 這東西要怎麼用 - 這個就泡它吧 - 是嗎 - 而且它寫促銷包耶 - 不要念這個東西好不好 - 我跟你講 - 從那邊來的東西 - 它就是天啊 - 就像媽媽寄來的棉被一樣嘛 - 就像從瑞士寄來的絲拉叉是一樣的 - 它就是不一樣的 - 絲拉叉台灣買不買到 - 買來的到 - 但是瑞士的絲拉叉就是不一樣 - 這個台灣應該真的很難找啦 - 很難啦 - 很難真的再來是 - 蛋糕出現了 - 綠色的 - 我來看一下 - 它叫做斑蘭蛋糕 - 它本來就是綠色的啦 - 因為斑蘭是一種綠色的植物 - 所以它加進去就綠色的 - 我以為你要說斑蘭 - 對好發技 - 發哥啊 - 發技和好發技可能不太一樣 - 對對對對 - 這個是好的發 - 等一下 - 它是發 - 這個綠色是 - 然後上面有點咖啡色 - 這都是正常的對不對 - 正常的啦 - OK Google - 斑蘭蛋糕 - 以下是來自N-Lexicon底線 - Entry等於維基百科 - 英文的資訊 - 由Google翻譯 - Pandan蛋糕是一種輕便 - 蓬鬆綠色的海綿蛋糕 - 用Pandemus Everett Folius葉子的枝調味 - 喔 - 真的 - 綠色的啦 - 好我來念一下它的保證記憲 - 2021年9月6號 還沒 - 還沒 - 開始試吃 ellos蛋糕啦 - 它最快會過期我們要趕快吃它 -怕什麼 來 - 新加坡知名斑蘭蛋糕 - 來來來 - 我們邀請我們工作室啊 - 一起 - 三二一 - 其實這我不是也是 - 其實滿好吃的 - 欸我覺得是好吃的 - 就好像是好吃的 - 但它 - 它的綠色真的是太像牙膏了 - 嗯 - 這是色素吧 - 純天然 沒有它是斑蘭 - 那本能是綠色的 沒有這個綠在發銀光 欸我好想拿那個 我好想拿黑光燈照一下 紫光燈來了 有欸 會亮 會亮 反正就會亮吧 就是有螢光的那個啊 效果 喔所以斑蘭是螢光的 我不知道欸 搞不好是燃料的那個 所以斑蘭其實 斑蘭是夜光的一種植物嗎 這世界上哪有什麼夜光植物啊 煞達啊沒有這種東西 會耶會 有嗎 它沒有那種亮亮的反光啊 不要把燈關掉不要准 我覺得你身體的皮膚也開始變色了欸 最後開箱完畢啦 然後謝謝你 謝謝烏七 我們雖然真的不常開箱 但是太特別的機會 所以我們開箱一下 但我覺得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答應過我們自己的觀眾朋友們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在演說的時候 收到很多大家的愛心 當然食物的部分我們都吃掉了 絕對都吃掉了 但是很多禮物的部分 全部都留在這裡 我也是 不敢騙人喔 他現在都不知道要裝在哪裡 因為太多了 對 所以我有兩個箱子 都是裝所有的卡片 可以說我的禮物 大家的禮物什麼的 然後做的模型啊等等 我覺得有一天我們必須要把 這個東西也拿來開箱一下 我們不是要租華山辦展覽嗎 對喔 反正希望下一次呢 我們可以把各位觀眾的 給我們送我們一些東西 分享給 也開箱出來 然後讓不同的觀眾知道 我們都收到一些什麼樣的禮物 什麼樣的禮物 我們會放在箱子裡面 然後再也不去看他 什麼樣的禮物 會是被我們吃掉的 就是 吃掉就不會出現在 在鏡頭前面了啦 對對對 是啊 那下次開箱的時候呢 就是希望也可以給大家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 Surprise 是的 好那最後這個禮物呢 這一個海外來的愛呢 謝謝你 謝謝 Uchi 拜拜 拜拜